王霜持续自己屡欧的出色表现,凭心而论,中国球员能够在高水平联赛中立足并不容易。 此前王霜也表示过,虽然此前赛法甲与欧冠首发表现不错,但仍然需要不断学习与努力,因为那里的比赛节奏非常快,对抗强度也很大,中国球员技术不差,但是还要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。 9月24日又传捷报,王霜在昨晚代表巴黎圣日尔曼出场,对阵蒙比利埃的比赛中,他又独造两球,先是在左路精准制导,助攻队友投球帮助球队打破僵局,后又投球百度助攻队友,后者破门再入一球。 赛后,王霜在个人社交媒体上,发布了最新动态,向广大球迷送上了中秋祝福,王霜写道,这就是生活,祝大家中秋节快乐,晚安,所配图片则意味深长,令球迷恋爱,上写,离梦想尽了,离家却远了,至此,王霜加盟大巴黎后,打进一球,贡献三次助攻,表现激进完美, 中国球迷也为王霜送上了美好的节日祝福,均称赞踏实中国足球骄傲,另有一个消息,不得不令球迷点赞,由于中国女足将正式开启备战世界杯的征程,9月25日,将将重新组队集结,国庆期间,女足将在咏川打四国赛,而在新一期的女足28人名单中,王霜落选,不在大名单之列的还有亚运会主力门将赵丽娜, 张林彦,汪林林等5名U20小将入选,为何王霜落选,反而还要点赞,这正说明女足主,帅甲秀全懂球,她才说服中国足协不争赵王霜,王霜加盟大巴黎不久,就随国家队征战亚运会,推迟一个月赴大巴黎俱乐部报道,虽然目前王霜表现不俗,但仍并没能站稳脚跟, 如果女足打四国邀请赛照她归队,对她并不负责,因此,每名球员的发展都有特殊性,甲秀全词句完全是为王霜前途着想,在大巴黎王霜还没有完全得到队友的信任, 必须尽早站稳住力并征服队友,从这个角度而言,朱帅甲秀全和中国足协契用王霜,是中国足球管理上一大进步,当然在大重要国际比赛时,王霜必然归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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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